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合作者 李宗盛 合作者 李宗盛 合作者 李宗盛 回家吃饭 大大小小 几百个村落 村村有做菜高手 家家烧得一手好菜 独到长城 非好汉 不吃烧肉 非好汉 平均锅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水锅旁边炖着水肠 那北京人吃东西啊 讲究往嘴里扒了去 二八七 扒个盘 扒个碗 我们这都给您打下口 让你干哈 你就干哈 这个菜就特别有满足特色 由金椒骨杯口 品 美味二八七 浪烟起 强上悲望 风尽着那尘丝尽其如霜 心似黄河水茫茫 小美哥 嗯 嗯 想什么呢 哎呀 我刚才是新潮澎湃 在想啊 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符号 而且我现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北京密云的司马来长城 以其特显著称于世 这是我国唯一一处保留明代原貌的古长城 现在我身后呢就是美丽的密云 可以一览无鱼 好山好水啊 这里呢有密云大大小小几百个村落 据说啊 是村村有做菜高手 而且家家呢可以烧得一手好菜 真是啊美食如云 在这个司马台村呢 有这么一道传承了百年的菜肴 这个菜也是相当的豪横 来爬长城的呀 都说一句话叫做不来长城非好汉 来密云啊 必须要说一句话叫做不吃烧肉非好汉 所以啊 来爬长城吃密云的烧肉 是一个必打卡的项目 您这就跟我去感受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古北水镇的烧肉馆主厨王福斌 为什么我要介绍我们这个烧肉呢 因为这个地方最早 古代的时候屯兵的地方 没错您看啊 咱这个举目一望 旁边就是司马台长城 想当年肯定这边都是防守的士兵 对吧 最早有这个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从历史演变过来 然后到现在 咱们做出这个密云烧肉 大厨您那么一说画面感 我都有吧 所以当地人是不是就这个 民风民俗 比较豪放 吃肉喝酒 所以来密云就必须要吃 当地著名的这个密云烧肉 对吧 像咱这烧肉 这么受欢迎 一年能卖多少份 一年一万多份 销售额四百多万 这么受欢迎的密云烧肉 咱今儿必须也跟着您学起来 好嘞 您先开始操练起来吧 顶级五花 至少五花三词 是吧 对 咱们第一个放这个行军锅 麦芽糖水里煮 大概要煮个四十分钟左右 一用的这个炊锅 跟我们平时见到的都不一样 最早的时候 七家军在这儿铸扎的时候 用的这个行军锅 给这个军队做这个靠军院 靠赏军队的这些 靠赏三军 没错 获得胜利 就给用这么大一锅 是吧 因为人多嘛 咱们要准备一些卤肉 卤汤的材料 我们要把这些料综合的 放在一个料包袋里头 我们先放这个葱 大葱 姜 蒜 白芷 党参 大料 花椒 姜茅草 黄枝子 豆蔻 罗汉果 这个罗汉果要拍一下 拍碎 想要这个香料出味 一定要给它拍碎 然后这些料我们就放完了 好嘞 您看料包也做好了 这时候呢 拿麦芽糖煮的这肉也差不多了 咱们把这肉先捞出来 好嘞 把肉上的水洗干净 一会咱们就准备下锅炸这块肉 好 上油锅 走 火 吹烟渺渺 烟火气十足 炸 炸掉三四分钟 肉炸成枣红色 大锅 宽油 炸四分钟 现在肉皮跟肉啊 都出了那种焦香味 太香了 好嘞 准备出锅了 准备出锅了 这肉皮现在炸完了之后 大泡变小泡 而关键是这个颜色 正宗的枣红色 对 这个颜色看上去就非常有食欲 先调这个卤汤 用骨头熬出的这个浓汤 再放这个盐 酱油 生抽 鸡精 王大厨 咱们这个汤 卤汤 算是已经调好味了 对 把这料包也放到这个卤汤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炸好的活肉放里 那大厨 这个要放入卤汤当中 卤多长时间 卤60分钟 一小时 哈 哎呦 这一个小时我给你会我这肚子都叫了 我们这有提前卤好的 那太棒了 然后我们拿盏锅可以直接切 切完了以后就蒸 蒸完了以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吃了 好嘞 拿吧您 好 卤好的肉 哎呦 这颜色更加的漂亮 关键是整个表面呈现出那种虎皮纹 非常好看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肉切成厚一点的片 大概它的宽度一指宽 那这就切好了 然后我们就放笼器里去蒸 开锅子 走 袋盖蒸 40分钟 我相信啊这个蒸出来肯定特别好吃 现在一格蒸锅里这热气一上来都是香味 时间到了 香味出来 把这个肉拿出来您给尝一尝 哇 这是我们完全蒸好的一个肉的形状 感觉油脂都已经渗到了这个盘子底部了 是吧 而且每一片肉都看上去軟软的 我先把它装盘 大口 一定是大口啊 这一大口我跟你说咬的是扎扎实实 看起来这个蜜云人非常的豪爽 对吧 也非常的豪放 但是呢 粗中带细 做的美食啊 一点不含糊 每一步都有它的作用 所以这样反腐的工序呢 才能够让我们吃到 这么有讲究的蜜云烧肉 将五花肉放入麦芽糖水中 煮40分钟 再油炸4分钟 准备一锅高汤 放入盐 生抽 酱油 鸡精 以及用葱姜蒜 白纸大料 花椒等十几种卤料搭配而成的料包 再放入五花肉 卤一个小时 将卤好的五花肉切片 蒸40分钟后取出 搭配八面烧饼 豆瓣酱 黄瓜等一同食用 要说这北京有三杯水 其中一杯啊 就来自于我旁边的蜜云水库 您看这水啊特别的清凉 而这边呢就是几百年历史的 石马玉村 这个石马玉村啊 有一种器皿 据说是从很早以前就相传下来了 而且呢做出来的美食啊 能够相飘实底 未进其村 就能够闻见其香味 那么这种从古到今传下来的器皿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今天就进村啊 来探究一下 这种器皿做出来的美食 多好吃 哎呦您看啊这蜜云的这个风俗啊 真是特别好 大家在这舞龙呢 大姐 您这忙着呢 那您这要鼓累了 当地有什么好吃的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当地的石锅菜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 哎呦 让您这么一说 我跟你说我都饿了 那您好好练着啊 哎一会我跟您再学两招 哎我先看看哪有做这个石锅菜的去 哎好嘞 哎大姐您好 您好啊 您是咱村村民吗 啊对啊 我听说啊咱们当地啊有一种容器 做出来菜特别的好吃 石锅宴啊 石锅宴啊 就石锅做的 对对 为什么咱都用这种石锅 这种器皿来做这个菜呢 因为这是我们老总统传下来的呀 我们这有矿呀 我们这有矿呀 明白 靠山吃山 山上都是这种大石头是吧 对对对 干脆就用石锅来做 对 那这个石锅宴里面都是什么呀 有石锅鱼啊 有石锅鸡 石锅肥肠 有石锅肥肠呢 您看一说肥肠 北京人就爱吃肥肠 对 大家好我是张小慧 我开这个店呢 已经有二十来年了 这道菜呢 它的名字叫做 石锅肥肠 好多人呢 也不远百里吧 来咱们家品尝这道菜 很受大家的欢迎 咱们用这个石锅来做这道菜 咱们为什么要用这石锅 它也是有一个寓意的 咱们先把肥肠炒入水 我再给你介绍 好嘞 您看您还给我买一罐子 好嘞 凉水下锅 我来帮您一下 好 放上一些葱和姜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调料 白酒 白酒 它去腥味更好一些 哦 快开锅了 然后现在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个石锅 为什么咱们要用这个石锅炖这个肥肠 对啊 咱们村子叫石马玉 石马 咱们这边山上呢 它有很多的矿产资源 都山是片麻盐 西山是花岗盐和石灰盐 包括咱们后边的命运水库 矿产资源很丰富 就是过去会用这个石锅做菜 它保温效果特别好 保温效果好 对对对 它这个石锅里本身就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烧出菜了以后呢 它对人身体是有好处的 您看啊 老祖龙给咱留下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对 开锅了啊 看着颜色还行哦 非常的白 而且还很有弹性 现在开始卤肥肠 好多人都是烫完水以后 直接就炖了 咱们这个可能比他们那个多一道工序啊 这可能也是咱们那肥肠好吃的 这个关键一个步骤吧 您看啊 这是小慧姐她们家的秘籍 花椒 杀料 葱姜 酱油 它已经开锅了 然后改小火 开盖半个小时吧 小火半个小时 这时候可不短了 对对 我都闻见香味了 咱们先开看看 来来来看看 看 这颜色上了 已经上颜色了 扫红色的这个大肠 现在已经卤成了八分熟 好 现在咱们把它切成段 滚刀 滚刀 专业 锅预热也差不多了 哎呦还真是 有点热了 然后咱们现在把电菜放里边 好 买一下豆腐啊 萝卜干 咱们把这个肥肠放进去 好 然后呢 这就等于算是二次调味 对了它增香的 腐乳 腐乳 葱姜再来一点 这是第三次加腐姜 然后 少放一些酱油 一斤 对 加上水以后盖上盖子炖就可以了 好嘞 石锅菜要求汤汤水水都多一点 对 好了可以了 肥肠也搁进了我们那个石锅里 香味啊 把游客都引来了 您看啊 姐姐这块是不是多好吃啊 是是是小米小米小米 姐姐您太好了 我们是吃货团的 吃货团 专门吃 专门吃的 专门过来的您看看啊 咱北京的吃货就是讲究 一会儿您在屋里多吃点好吃的啊 对 我们那坐着 您看看姐姐 多少人都喜欢到咱这来吃石锅的这个美食 酒香不怕香的深 滚着香味来 这石锅里面咕噜咕噜的 熟了是吧 解开锅看看 哇 太香了啊 啊 涨起来了 所以这一锅显得味饱满 放一点小辣椒 小葱花 香菜 蒜末来一点 今儿肠是不吃蒜 它营养减一半 减一半 这就可以了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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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客的命运人民 所以我们要尝一尝 先吃汤 先吃这个肥汤 对 怎么样 这个肥肠啊 饱满 有弹性 咬下一口之后里边所有的那种吸进的汁水啊 全都迸发出来 特别香 北京人吃东西啊 讲究往嘴里爬了 您看哪个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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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末提香 严选鸡肉 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大家知道我脚底这条道是什么道吗 这就是古鱼道 以前是连接我们南北尤其是关内关外的必经之路 这个村落呢是古北口村 也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当然了 因为它的历史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清朝的时候呢大量驻扎的清军 所以呢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也都是满族人 所以满族人的一些饮食习惯也在这里留了下来 满族传统宴席当中的二八席也随着时间啊流传了下来 这个二八席啊原来是没几家人能吃得起 现在是人人都能够做得起也吃得起 这个二八席到底有什么来头 我呀就带着您一起去探究探究 我一进来又吓我一跳 咱这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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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 那肯定是咱做二八席特别地道是吧 从这行业吧二八席起习结婚吃这八席都是八席 咱这边呢二八席二八席 好多人可能不明白 二八席这三个字的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过去八席打上仗了每一个棋做两道菜 八个盘八个碗 全家全16个菜 这16个菜工序相当复杂 光靠一个大厨这点工作根本就完不成 所以咱们是一个团队对对对对对 那咱这团队肯定给我灵魂人物了是吧 是吧 哎呦呢 哪吓储 我姓那 那至忠 一听人信就知道是满族人 什么满人 是不是我们这都给是给您打下手 对对对 还不过我打下手 还不过我打下手 那我今儿也进来跟您打下手成吗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听话就行了 好嘞 那我们这位姐姐呢 大家好 我叫常关心 常的姐 对 我姓林 林树梦 大家好 我姓李 我叫李海峡 是那是我新收的弟子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 做吧 您安排起来 我们跟着您做什么 就是征学院长的菜 我们得先做 先把这个拔炸碗给做出来 你看你多磨叽 您没说出来呢 旁边 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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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八大 八大门的 这八大什么呀 那咱齐齐协力都做八大碗呗 好 哪 开座啊 不先炸这肉 您炸肉 炸这肉 先炸茶 姐 您做什么来的 豆腐 做豆腐丸 您这里都做什么了 肉 葱 姜 蒜 好嘞 那大厨 您这上面抹的什么呀 这是 抹的蜂蜜 蜂蜜 上色的 颜色好 姐姐您那做什么呢 李大姐 酸菜卷 就是自己腌的那种酸菜 把肉放在里边卷起来 这个菜就特别有满足的这个特色 是吧 首先它满足是从东北过来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鸡酸菜呢 肯定一绝 又爱吃这猪肉馅 所以要把这猪肉搁进去 一蒸就好吃了 对 起来肥而不腻 这边 那大厨已经开始操练起来了 您这油温大概给我六七十了 得 得 你看啊 那大厨非常经验 远着点 它蹦着我 它呢把这肉皮朝下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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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的默契 那大厨炸足一会儿 大家都同时往那边移了半个 漂亮的虎皮色 成大姐这刀工了着 跟这个标尺凉着出来的一样 差额0.7毫米 您这比鸡切的多稳 然后就把这整整的一摞给它码起来 豆腐条垫了 因为这个扣菜啊 最后它要翻一个给它扣出来 底下如果不给它垫得满时点 容易它就塌了 对 对 这豆腐干一会儿吸进了这个肉的汁水 对 更好吃 对吧 也香死了 这个为什么切这么粗 您是不是我一夸您通工减料了是吧 减料了是吧 这个要轻缩肉 就是要切的宽 对 然后再去给它轻轻 改刀 看您再改成什么样 哎呦 那时候这块您这手也太快了 我看出来的要跟您学 这20年都学不会 您这个老趁着我不注意着吧 该干的都干了 行了 这小丸子一个个的 个顶个 那就是说 您这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您已经偷偷了 蒸碗都长会了 这鸽子是什么呀 这是那什么 精酱 甜面酱 就是甜面 甜面就烤鸭那个 行 这八个碗咱们是齐了 怎么就齐了 我就没数出来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呀 这不能 这不能跟这一块蒸 对因为它时间短 对吧 对 好嘞 先蒸去 蒸了两个小时的 七的碗已经做好了 就差一鸡蛋羹了 鸡蛋羹了 差十分钟再往里搁 你后面蒸着去啊 那时候您这又要做什么呀 酱炖鱼 酱炖鱼 这是要一道热菜是吧 对 这里它有生抽老抽 海天酱 葱姜蒜 白糖 白糖 点点醋 点点醋 大碗烧 这四十多分钟吧 这鱼也行了 这就出锅了 看您把这汤往上一浇 我都馋了 这个二八戏主要是 鸡 鱼 碗肉 酸菜点酥鲜 是必须的有的 鱼就算出锅咯 这二八戏啊 也有讲究 其实不同的季节啊 吃不同的原材料 在春天呢 人家有这个香粪苗 又有这个桃仁 而且这鱼呢 现在吃的是 这个冬天过后 最肥的是鲤鱼 对吧 讲究 冬吃头下之尾 春秋吃滑水 吃鱼不同的部位 对吧 八大碗起步来咯 好嘞 来来来来 这八大碗蒸得 太漂亮了 碗肉制作 将五花肉抹上蜂蜜后油炸 改刀 肉皮朝下放进碗里 再放上豆干 甜面酱 蒸制两小时 豆腐丸子制作 将猪肉馅和捏碎的豆腐一同搅拌 包成丸子形状后油炸成形 再蒸制两小时 酸菜卷制作 将猪肉馅卷进酸菜中 蒸两小时即可 酱炖鱼制作 用生抽老抽海鲜酱 葱姜蒜白糖醋 调制酱汁 放入鱼炖四十分钟后出锅 严选鸡肉 安心尝鲜 太太乐三鲜鸡精 喊您回家吃饭 咱们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 尤其是那时候您一个人身鲜十足 大伙的努力 大伙的努力 您看见没有 关键是个把这功劳都推给了我们 但是我们还给 给那时候呱吱吱吱吱 是吧 咱们还得尝尝这菜 怎么样 给尝尝您的手艺好不好 再呱吱吱吱您 这意思吧 在嘴里 就是一股子咱们蜜云的这种烟火气 这个味道 我跟您说 就是回家的味道 来 纳叔 您也说一句话 欢迎大家 由金椒古贝口 品 美丽 而 得嘞 到来 到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